本门选自UCG445在成人的世界中,时间似乎越走越快,转眼,据巫师三狂猎发售已经两年有余,这款备受瞩目的游戏也成为了玩家的回忆,发展势头也从最初的火爆大热到如今变得日趋平稳,开发商C2. CDPR也将经历转向新的游戏作品,在博朋克2077作为CDPR全情投入的下一作,关注的丝毫不弱于巫师系列,这款被CDPR的开发者们戏称为新的巫师三的作品,总算是在不久前的E3上放出了预告片,小小满足了一下玩家的好奇心。 对于玩家们来说,游戏开发背后的艰辛历程,更像是一种调剂,赋予游戏更多的意义,这款游戏中融入了太多的辛酸血泪。 CDPR公司A.O.Norch & Niewski在讲述游戏开发背后的故事时感叹道,公布游戏对我们来说是无比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终于可以自豪地将我们一直以来致力于创造的世界呈现在大家面前。 但是,关于游戏内容的诸多具体细节,我们依然得继续保密。 事实上,开发赛博朋克2077的消息早已不是秘密,早在五年前,CDPR便公布了游戏的CG预告片,彼时CDPR希望该预告片在发布后的第一周能够收获百万浏览量。 然而,据网威斯基称,当时浏览量远超预期,达到了1200万,预告片造成的影响是惊人的,尽管片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游戏机制。 但自那以后,粉丝们一直渴望获得更多的信息,赛博朋克2077成为了能够带动网站流量的有利名词。 不管网站上出现的游戏相关内容多么简陋,哪怕是一点点的相关信息,也能让粉丝兴奋许久,站得越高,所要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 游戏预告片收获得57000个赞和24000条转发,恰恰成为了如今CDPR面临的巨大压力的来源。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作品会辜负粉丝的热情时,IOSK说,我们总是保持着这样一种担心的状态。 无论如何,我们要保持谦虚的态度,不管我们的上一场比赛有多么成功,在下一场比赛中,我们依然需要证明自己,人们会以这样的标准来评判我们客观来讲。 巫师三狂烈收获了太多赞誉,如果在新游戏中我们无法对现游戏开发蜘蛛取下的承诺,人们一定会说,你们这些人是怎么了?你们现在都变成废物了吗? 质量和做好游戏的雄心壮志一直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不想只是简单的再做一部原有作品的续集,或是基于同样机制的游戏,我们想要创新,想要把标准放得更高。 这便是我们希望通过赛博朋克2077呈现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游戏的开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赛博朋克2077,五年来的沉寂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咎于巫师三狂烈。 iVisky称,销量巨佳的RPG游戏,巫师三狂烈,可以说是占据了他们的全部金币。 以至于有关赛博朋克2077的所有开发工作都停止了,即使是在制作杰洛特的最后一个大型扩展包时,也只能分出小部分的人来为这个从头至尾,全新的科幻RPG游戏开发做准备。 最初我们以为能够同时开发这两个大型游戏,后来事实证明不可能。 iVisky道,索性最终我们还是拿出了一些与新游戏相关的东西,放出CG预告片后,我们的下一步动作是直接放出游戏。 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事情,我们闭门做事,也有了相应的收获。 在不久前的E3展会上,从闭门做事到战上舞台,CDPR的努力终于得以回报。 无论是在其他作品的展台前,还是在展示游戏的多媒体室中,总有人问,你看过赛博朋克2077的展示了吗? 50分钟的游戏展示给出了到目前为止,对于赛博朋克2077最明晰的定义,这是一款第一人称RTG游戏,游戏中主要以枪为武器。 不叶城这个巨大的开放世界等着玩家去探索,游戏中还有许多位玩家所熟悉的,扑具该游戏类型特色的要素,比如杀出重围风格的升级模式,将出现在游戏中的仿生人主角身上。 当然,游戏中也有巧妙的创新,例如从一开始变解,立了新的对话系统,使得玩家在确定自己的对话选项时,能够自由地四处看。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演示,然而获得的反馈,却是预告片给出的信息太少了。 为什么CDPR不直接演示游戏的某些片段呢? 这大概许许多多关注着心中的疑问,我们打算一步一步来。 Ivisky解释道,这是我们第一次展示这款游戏,虽然没有将它直接展示给玩家会有些愧疚,但我们宁愿先向媒体展示进行一个初步测试,看看反馈效果。 我们真正准备好之后,一定会向玩家展示更多细节,并且了解他们对游戏的看法。 我们沉寂了太久,只想一点点地完善游戏,而不是一股脑地将它全放出来。 CDPR的缓慢步调让玩家们一度怀疑,是否能够在现有的主机上看到游戏的精彩画面。 有人笑称也许只能在PS5或是Xbox未来的某款主机上玩到该游戏了。 Ivisky却满怀信心地说,不会让玩家等那么久,游戏在高性能电脑上就能够运行,用的是我们自己的专有的下一代开发引擎。 坦白说,我们目前还在做渲染工作,目前市面上的主机性能已经十分强大了。 特别是Boxonex和PS4 Pro,我们将最大化的提升游戏性能,以更好的适配主机。 但是现在说,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还为时尚早。 五年的沉寂终于告一段落,但并不意味着马上变,能够拿到游戏。 如今,赛博朋克2077已经迈出了揭露神秘面纱的第一部,玩家对于这款科幻RTG游戏的期待或许会越来越高吧。 本门选自UCG445更多精彩内容,前往微店购买本期杂志,并阅读更多内容。